大家好,我是加拿美出国的老加梅子 今天是2022年的4月10号 在加拿大的移民里面有一个产品 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我们一直没有专门的进行产品的分析来对比 那今天抽到这样一个时间 给大家把NS省 也就是Noah Scotia这个省 它的几个移民产品 我们进行对比 进行全面的一个讲解 欢迎您的收听 新斯科社省也叫Lowar Scotia 它是由新斯科社岛 布雷顿角岛和3000多个较小的岛屿组成 它的首都是哈利法克斯 是著名的文化和艺术中心 也是高生活水平的中心 新斯科社省与海洋关系密切 该省以海滨美景和美味佳肴而闻名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图里面 这是我现在所在的安大略省 然后安大略的旁边是魁北克 魁北克的旁边就是NBNSPI和这个 这另外一个就总共是四个海洋四省 新斯科社省我们就叫它NS省 它实际上它的移民产品就三个 一个叫Skilled Worker 一个叫Semi-Skilled Worker 一个叫Low-Skilled Worker 我们看一下它的区别 所有的教育水平高中以上就可以 雅思呢要求很低 CLB四分就可以 当然也不是说只是雅思 如果您的语言能力是法语 那么也是跟法语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级别就可以 然后LMIA是需要的 这个是雇主申请的我们不用管 然后它技术工半技术和非技术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 0AB我们叫技术 C类叫半技术 非技术工叫D类 好那他们的区别 教育语言LMIA 我们有一个最低的一个要求 入门的一个门槛 语言我们看到在技术工里面 它是CLB五分 在半技术和非技术里面 它只要求CLB四 这已经门槛相当相当低了 基本上应该是叫 在所有省里面是打骗全省 打骗加拿大无敌手 雅思要求极低 工作经验技术工 只要你在近五年里面 有一年的相关工作经验 就可以走技术类 然后如果你是在过去五年 有一年的相关经验 然后在新斯科省NS省 至少工作六个月 那么也是可以 但是我们通常呢 很多申请人 过去五年没有一年的相关经验 所以我们还是 在新NS省工作一年以后 来递交省提名的申请 我们看一下申请人的条件 申请人的条件 21到55岁 高中学历 刚刚我们讲了 五年里面有一年的相关经验 雅思的要求 0AB的岗位也是五分 CD类的岗位只要四分就可以 然后雇主 雇主的话需要 他的条件是要成立两年以上 能够提供全职的offer 岗位当然是不限 不限是帮厨和清洁工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NS手 它实际上 刚刚我们讲了 按照这个岗位来讲 它有0AB C类或者和D类 对吧 好 那它的这个申请 实际上是分 三种吧 分三种 第一种 我们可以从最低的来讲起 叫in demand stream 也就是说CD类的岗位 我们走的是这个叫in demand stream 这个通道 好 我们先把它整个过一遍 然后呢 0AB 岗位的申请人呢 可以走 Skeeled Worker 这个通道 如果你符合1亿的条件 也可以 就也可以走1亿 1亿的这个申请 那我们从最最简单的来讲起 真实工作 真实工作的这个叫in demand stream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政府的网站上 有写一些大的类别 欢迎你来呀 这些东西我们不用看 你必须有两步 一个是provisional 省提名和federal联邦 然后你的义务 然后你这个工作 你要不要 你有没有一些资格证啊 然后你有没有offer啊 你需不需要请移民顾问 来来帮你申请呀 如果你提供假的材料的话 那么50内可能会被拒签呀 所有东西都没有完全的保障啊 然后我们可能会测销你的省提名 我们可能会测销你的申请 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condition 什么样的条件 好 我们再看一下 然后gather the documents you need 这么多材料 是你需要去准备的 你和你的家庭需要准备的 然后这个申请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啊 第一步就是你要申请在这个NSMP的这个职业啊 在in demand stream里面 你的职业是in demand stream需要的 那么第二 你的你就开始递交省提名过了 nominated是提名了 还是refuse还是拒绝了 那么第三 如果你需要一封支持信啊 工签 那么第四 第四就是申请permanent residence 永居好 那么这是part one 那么part two是for employer 也就是雇主看的 这是雇主看的 我们就不用管 就是什么样的雇主 他可以来 他可以来招聘海外工人 这是这是这一个 然后第三个part three 也不用什么看啊 就是申请者和雇主的 就是你的document checklist 你要提供哪些的一些资料 那我们主重点就是来看一下 在这个part one里面啊 再看看part one里面 我们看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什么样的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in demand NS什么的in demand 这个这样的一个cd类的雇主担保 他对申请人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啊 我们看一下 我们从一开始开始看吧 快速的过一下啊 好 is the occupations in demand stream right for you 左边是right 右边是not right 那就是说 如果你要你要走cd类的这个in demand 它其实也就是雇主担保 但它走的是in demand的这个stream 这样的一个通道 那么你要符合什么呢 首先你要有一个全职的offer 这个offer啊 你每个每周至少要工作 每周至少要工作30个小时 然后你的这个offer要是一个permanent job 对吧 那么第三 你这个offer必须必须是在ns省啊 它必须在ns省给你的一个公司的公司给你的一个offer 然后第四 你有意愿 你是有这个意愿要live inns省 第五 你的雇主要是ns省的雇主 那么它意味着这个雇主 如果这个雇主 它是一个商业企业 那么它必须是在ns省注册 并且显示它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加拿大的这个 永久性的这样在ns省成立 并且作为加拿大的这个收入税符合加拿大收入税的这些法律 那么如果这个雇主它不是它是一个非营利组织 那么它必须是在科学act科学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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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注册的 好要注意一下这个啊 基本上我们很少遇到这个 然后这个雇主呢 那么它必须在ns省已经运营了两年 这是关于这这这这是第一部分的要求 那么第二啊 还要继续说 你必须要有一个你的这个工作 你是必须要有工资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相关的工资的要求 那么你的job offer必须是怎么样 必须是在以下的这些岗位里面 这个是in demand的 我们看一下也就是cd类 比如说knock 3413对吧 你是这个做这个护士援助的啊辅助的啊 或者是这个嗯什么什么呃 病人的这些服务支持的 然后或者是这个食品或者饮料服务的 或者是这个食物加工的啊 kitchen helper 帮厨啊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support支持的一些岗位 还有就是什么清洁 清洁的这这工作工作 还有这个呃卡车司机 还有这些重型设备的这个操作 还有这个建筑啊建筑的这个呃劳工啊 建筑防御的劳工 这些岗位啊这些岗位都是属于in demand 那么我们加勒美目前在in demand里面 我们最多岗位的是啊 kitchen helper 但是别的岗位如果大家呃本身如果有有有有有这样的呃工作背景 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就那就选择那就那就那就我们来我们来指定 如果本身是有其他岗位的工作背景我们也可以在单独来来来确定 就是说帮您再去匹配其他的岗位啊那但是如果没有没有这些没有这个工作背景 那就我们有什么雇主就匹配什么雇主 然后您的年龄申请人年龄要在21到55 说是21到55啊21没问题 但是55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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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年龄有点高啊是有一点风险啊 然后你必须是高中的学历啊 然后如果你有一些这方面的技能当然是最好没有也不要紧 然后嗯你要有你的这个移民的这个移民到这个国家的这个状态啊的一些证明 然后你要工作啊在工作在过去的五年里面过去的五年里面 嗯你要有12个月的啊12个月的这个啊最低1560个小时的工作 那么这个工作要相关就是说跟这个这个工作相关的啊 自愿者和没有薪水的这些工作是不行的 好然后他的这个流程流程就是说嗯before you apply 那么整个就两步第一步我们获得工签 嗯要获得这个12个月的工作我们 我们 必须要到NS省至少工作一年以后就可以先走什么呢 先做provision provisual就是走NS省的省提名 第二步省提名通过以后我们就是联邦 所以这就是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雅思他的要求 嗯看雅思的要求 应该是四分啊但是我们嗯也不是说只是雅思 嗯也可以是English or French 法语也行 好到了 嗯you must meet one of the following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demand in demand的这个这个这个港这个雇主担保 他是cd类的岗位然后对于雅思的要求就是clb4 or higher or higher啊 如果你是嗯法语的话那么也是同等的一个水平clb4或者是higher啊 所以basic就是四分那么如果你考的是雅思我们看一下雅思的标准就是说听 4.5读3.5写和说只用四分这个要求是超级低超级低的好那么这就是in demand就是cd类岗位啊 cd类岗位他的一个嗯要求包括申请人的年龄包括工作经验包括 包括嗯雅思的水平clb4然后包括他的整个流程也就是说我们先拿到工签呃在在ns省的雇主这里工作一年以后就递交省提名 省提名以后走传统的联邦通道所以整体下来的时间是最快是就是我们拿到工签开始工作一年以后递交省提名 最快也就是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可以可以获得封业卡啊就是拿到工签以后开始工作一年啊就是拿到工签开始算到联邦啊 封业卡获批移民签证获批两年到两年半我们把这个时间注意一下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0ab0ab岗位里面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skilled worker stream这个里面他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快速的我们过一下啊首先我们还是把这个contents把整体的看一下整体的看一下他其实呃ns省他的流程全部都是一样 你必须他的核心点第一就是必须你要在ns省至少工作一年首先你确定根据你过去的背景如果你在过去没有相关的嗯过去五年里面没有两年 五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也就是说提供不了提如果你能提供对吧0ab岗位的工资流水和社保那么可以考虑走0ab的啊ns省的固执担保如果你提供不了那么就只能走ns省的in demand或者是呃其他岗位的啊固执担保就是c类c类和c类和c类和d类的固执担保他们全部都是一样啊就是说呃其他岗位的固执担保就是c类和c类和c类和d类的固执担保他们全部都是一样啊就是说呃其他岗位的固执担保就是c类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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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类的固执� 获得工签啊你过去的背景决定你是拿什么样的工签拿到工签以后到联邦的部分全部都一样就是说先走省提名 然后再到联邦然后联邦的部分呢它又划分呃到底你是可以走联邦的e快速通道还是走传统的0ab或者是cd或者是in demand啊这样的一些通道 我希望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嗯在我们公众号里面我到时候看看能不能够有一个图表啊把它清晰的列出来 好我们看一下skilled worker它的要求啊 这个没什么看的看一下它的要求首先一样的3030个小时你你必须要有一个全职的杠全职的工作 然后permanent job然后你的这个工作要在ns省你要在ns省医院去住你的雇主也要是ns省这个和那个全部都一样 我们看看然后还要怎么样这个地方要看一下啊年龄也是一样学历也是高中以上学历 然后12个月的工作那么要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啊 如果你的工作是在过去5年里面有12个月完整的工作 那么这个工作是和你申请的这个省提名的这个岗位是相关的啊不能是志愿者或者是这个非营利不付不付工资的这种 那么这是关于工作经验方面 然后如果你的job offer你是在C类或D类 那么那么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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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本地的这个雇主啊 给你6就要至少工作6个月 那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和in demand的其实也是一样 只是说in demand的他就是说他急需的一些岗位急需的一些岗位把他单独拿出来说了 同样在联邦的部分也是两两两步骤 第一就是省提名第二就是federal联邦省提名通过以后就是联邦 那么我们主要再看一下呃这个 这个部分我是想要说一下的很多人大家对这个knock 啊总是觉得嗯不是很清楚我我把这个呢看我觉得他这讲的非常清楚 什么叫0AB啊什么叫0ABCD我们通常说的0类就是管理类的岗位对吧看这个地方写的 professional job that usually require a university degree 啊就专业的岗位A类 technical job and skilled trades this usually require a college diploma or training as an apprentice 啊B类就是基础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岗位 比如说行政主管啊主管级的可能就是B类啊 然后C类的啊就是intern一些中等的intermediate jobs that usually require a high school diploma or job specific training or both 也就是说一些中等的工作比如说 比如说我是高中学历或者是我有一些啊电工证啊水管工证啊这样的 培训然后再就是D类 labor jobs that require low education or previous training 就是说我不需要任何的这个岗位经验 那么它的这个knock它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一就是说你选什么样你到底属于是0ABCD里面的which one 那么它有助于让你决定你的英语和雅词水平 因为如果你选你的你的你的岗位如果是0AB 0A那么你的雅词要要在6分 如果你的岗位是B那么雅词5分就行 如果你的岗位是CD那么只需要CLB4分就行 其实岗位和你的雅词一定要匹配 然后然后再一个就是它需要决定你的这个quenification 你的这个资格还有这个经验match the requiremen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job要和你的这个加大这个工作的要求要匹配 然后it helps u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wage you are being offered is within NS wages range 然后还有薪资也是要匹配的好 这是关于knock这个方面其实每个省和这个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对于雅词雅词的一个就是说 英语能力或者是法语能力的一个要求 我们看到这个里面啊如果是0AB的雇主担保 那么雅词要求是怎么样level5 or higher 比刚才的in demand要高一点 刚才in demand我们是5分啊5分就是CLB5分就可以 好那我们看一下那5分的要求是听 要5分读阅读4分写5分 speaking5分所以说要求会高一点但是真的是要求仍然是很低 然后CD类和in demand是一模一样就没有什么说CLB4分就可以啊 我们看一下CLB4分就可以好的 所以实际上刚才我们讲的in demand和这个和这个skilled worker它其实是一个一个东西只是说in demand是这些 急需的一些岗位其中包括帮助包括什么护理啊护理的这个支持啊 类似这样的一些一些工作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NS就是NS的这个skilled worker它这个里面呢它其实呢还有一个小的分支 就是说如果你符合条件啊我们NS叫NSNP吧你符合条件其实你是可以走lowa scotia lomini program也就是NS省的省提名项目它其实还分 还可以走啊e ee ns ee俗称ns ee它其实是在这个呃省提名里面的一个快速就是一个分支那什么样的条件什么叫e ee呢我们讲讲简单一点就是说在如果你的英语在其他条件全部一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的学历你的呃你的你的你的雅思 或者说你的英语能够更高那么是可以走是可以走ns ee的那么ns ee它的它的嗯它的好处就是在联邦的部分我们省提名全面都一样工签过了以后一定要是一定要在ns省工作一年以后然后到省提名省提名通过以后如果我我的条件符合ns ee那么那么省提名通过以后我就直接就可以大概在六个月左右 我就可以获得移民移民贴签这是ns ee那如果我是如果我是这个啊传统的skilled worker我不符合e的条件那么在联邦的部分的正常申请时间是1.5到两年所以这个部分就快了啊就是它只要六个月然后另外一个呢走不了e ee呢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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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到封业卡的时间就是1.5到两年就很慢所以我们重点可以看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申请人我们的这个 嗯英语水平都很高所以说嗯符合ns ee的申请人是非常多而且我们的项目费也是一模一样啊不不分说你符重点就是看岗位有没有岗位能给你匹配然后其他的条件就取决于您自己的条件自己条件好那走e ee那当然是更好对吧因为这个太快非常快就能拿到封业卡也就相当于一年半 我们就能拿到封业卡工作一年然后再到联邦的审理半年所以就是一年半的时间能拿封业卡这个也是非常好的我们重点看一下就是说呃Express Entry Stream这个是不是适合你啊我们重点看一下这个部分什么是e的快速通道它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啊前面都一样啊你工作必须要全职工作对吧 呃1560个小时以上的全职工作并且呢呃要怎么样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工作经验在嗯在过去的在三年里面啊你要有这样的一个1560个小时工作经验呃在这个省其实就是一年的时间就够了啊一年的时间就够了啊然后你的这个工作经验不能够是这个你不能是自雇然后呢你不能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全日的学生 然后你也不能是不能是这种呃实习生然后也不能是这个没付薪水的也不能是volunteer自愿者然后你的这个工作经验必须符合啊啊lock 0AB就只能是0AB才可以申请啊我们注意一下好那么再看一下那么你嗯授权工作你必须要有工签这个没问题然后年龄的21到55也没问题然后要证明你是高中毕业或者是啊或者是 啊post secondary啊要在加拿大或者是在abroad境外也就其实就是说你高中以上学历就可以这个这个部分意义它没有要求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你的这个 岗位啊你的这个proof啊你的这个requirement的communicating你可以是英语也可以是法语然后你要有意愿生活在NS上然后你可以展示啊然后你可以展示啊你的这个经济方面你是可以支撑你自己和家人的这个 呃这个这个这个收入的嗯生活的好然后它同样是两个方它同样是两两个部分两个部分啊两种方式啊there are two way to enter the lower scotia experience啊EE stream你可以直接申请啊NSNSOI啊可以申请这个啊那么我们呢也可以让你呢在E的池子里面来申请通常我们就是选一种也就是说 有两种方式道理呃到到到到到联邦呃第一就是我们同样是要递交首先我们要会去建立一个给客户建立一个一亿的这个一亿的这个账户 建立一亿账户以后呢那么我们呃那么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开始要去申请我们就要要去一亿通道那么我们同样是要去获得获得省提名啊要获得省提名 好那么获得省提名以后啊我们省提名获得以后那么我们接受省提名呢然后呢是走的是这个一亿的这个系统啊一亿的系统我们注意一下那么一亿系统过了以后就呃那么联邦的部分就只需要六个月啊同样前面跟都一样只是符合一亿条件我们省提名过了以后我们会会有一个一亿的这个这个部分 那么省提名通过以后那么一亿直接就是走一亿的这个通道在联邦的部分只需要六个月我们注意一下啊然后呃这个knock我们看一下knock它只有啊一亿里面它只有0AB岗位我们要注意一下啊CD类是不可以申请的对于雅思的要求我们看一下 这是文件啊需要的文件好如果啊我们我们在NS省的这个岗工作我们是0类或者是A类的岗位那么我们看一下雅思是需要四个六的啊也就是CLB7但是如果我们的雅思我们的雅思是啊CLB5那么的话我们的 Lock是呃B类岗位那么我们的雅思呢只需要CLB5就能符合一亿的条件所以所以其实NS省的一亿是非常简单的重点就是我们匹配的岗位啊一定要是 B类岗位那这样的话对申请人来讲就会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当然不是说你想匹配B类就可以还要根据您过去在呃在怎么样在 嗯过往的这个工作经验啊才知道到底是符合嗯符合嗯能匹配哪一个岗位啊这个地方他也写了一个流程对吧首先我们建立一个一亿账户然后申请NS省的这个省提名和啊一亿快速快速通道 那么一省提名通过以后那么那么那么第四步那么就是获得省提名对吧获得省提名以后那么第五步就是申请啊永久居民啊 所以它的这个流程也是非常简单所以在整体的这个NS省的这个移民里面实际上嗯首先第一我们如果想走NS省的这些移民产它的移民产品门槛很低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它的雅思要求第一这是一那那么有一个难点和BC省不同的是NS省的EE和BCE的区别是BC的EE实际上是可以走FSW的 它同样是加600分啊就是这个有有雇主的这个省提名它是同样加600分但是在NS省你就只能走CEC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在NS省工作一年你才能够呃再走再再再再递交省提名或者走不走一亿啊走一亿和不走一亿嗯那那能走一亿就申请一亿对吧好那它走的是CEC的通道啊就是NS省的EE它它只能走CEC的通道啊是这样一个一个一个情况嗯 嗯再看一看啊其他的就是说嗯所以对于我们申请人来讲如果雅思目前雅思能力有限或者说啊我们也不要一步到位去BC呃去或者说去呃安省啊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呃稍微怎么样就是说嗯费用各方面也会少然后我也在这种呃 NS省海洋四省我选它也也也完全OK那么那么NS省一定是您的一个嗯比较适合的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选择因为因为它的条件啊因为它的条件是嗯非常的非常的低主要就是啊主要就是它的这个怎么说呢它的这个雅思的要求低啊只要您能够接受工作一年以后再来递交省提名那么那么那么 它的性价格是非常高的性价格非常高的好的那么啊以上就是加拿美出国啊老家梅子为您带来的关于NS省的啊省提名下面的三个产品分别是啊CD类就是in demand里面的固执担保还有我们技术类啊0AB技术类的固执担保以及在这个技术类里面如果我们的呃雅思能够 考到CLB5或者是CLB就是考到CLBCLB5或者是CLB7根据不同的岗位那么呃那么NSEE啊这个小项目它的一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来理解一下这个产品啊理解一下这个产品呃有更多需要了解呃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文件发给大家啊大家也一定要对每个省的这些法案 进行充分的一个了解那这样的话嗯我们说的一些信息我们就可以嗯很快的去去消化然后来寻找是不是适合适合自己那有更多关于加拿大移民咨询也欢迎您联系我们加拿美出国啊我们客服微信仍然是1818612968218186129682那在这里我们也插播一个小广告 我们在呃全国各地啊中国的全国各地也在招募我们的合伙人如果您对移民对我们加拿美出国啊就是有非常的一个信任并且对出国这部分的业务咨询您也富有热情或者是呃不管是自己还是身边的朋友就是呃就是对这嗯怎么说自己对这个业务啊富有热情那么也欢迎加入到我们加拿美的团队啊那这样的话 可以便于我们能够更细致的啊更近距离的为国内的所有的客户来做到近距离的一个服务好的我们客服微信啊您要希望来了解嗯给您提供方案或咨询或者是合作欢迎您联系我们客服客服微信仍然是1818612968218186129682 好的这里是加拿美出的老家梅子疗海外感谢您的收听再见